近些年,娱乐圈刮起了一股整容风,上只已经有知名度的艺人,下只刚进圈子的新人,大都火多或尚未调过,大美之心人皆有之。 在这个以貌取人的圈子,整容已经成了越来越普遍的现象,有些本身容貌很秀丽的女性,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,也不惜踏上了整容之路,结果反而越正越丑,其中最让人感到惋惜的要竖章蒙浪,年轻的女性整容大都是为了弥补不足,让自己变得更美, 而有些商店年龄的女性为了拥抱青春,让自己容易扭住,也不惜在自己脸上大动手脚。 现在咱们就来说说春晚的常客蔡明。 蔡明,1961年10月21月出生于北京,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,国家一级演员,蔡明莫基有26次登上央视春晚表演小品,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春晚小品女王。 她和郭达的组合是春晚小品的经典搭档,她演过的小品很多,做到的角色也是丰富多变,她敢于挑战各种形象,外国人,机器人,少女,老太太,各种年龄,各种表演跨度她都尝试过。 自从和盘长江在春晚上合作的想跳就跳大火后,蔡明的毒蛇形象深入人心,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化身笑语。 每次在春晚的舞台上看的蔡明,观众都会忍不住感慨,蔡明老师真是助演有数,而且这身材也是保持得数十年如一日的好。 其实蔡明年轻时候的颜值也是妥妥的,虽然不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,在领算上是一个小美人,但是因为这种的小品,终是演得大,都是一个个幽默滑稽的喜剧人物,因此很多观众也忽略了她的颜值。 但是近两年,观众发现蔡明的脸有点不一样了,不仅面不僵硬,而且脸部也有点突刀不平,没想到已经57岁的蔡明,也踏上了整容的道路。 难怪有网友吐槽蔡明都快整成妖怪了,作为一个小品演员,明明可以靠演技吃饭,却偏偏走上了整容这条不归路,整容有风险。 刚开始是变美了,但是过个几年,后遗症就慢慢显现出来了,很多女星因为整容后遗症几乎毁容的案例是数不胜数,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前赴后继,不计后果,只为眼前变得更美,更年轻,不过娱乐春还是有一部分女星,宁愿优雅的老去,也绝不整容。 大美女王姬就是其中的一个,王姬,1962年7月20日出生于北京,毕业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中国内地女演员,主持人,成书演北京人在纽约,红粉,天下第一了,大风格等剧,并获得诸多奖项。 王姬是一个尖美貌与演技,与一体的实力派女演员,王姬是一个低调且有魅力的女演员,总是给人一种优雅、知性的感觉,而且她那妇女性中少有的雌性嗓音,也给整个人的气质加分不少。 如今已经56岁的王姬颜值依旧很抗打,前段时间,网上曝光了一组王姬和女儿高丽文的合照,照片中的王姬容颜依旧优雅迷人,生生把女儿给比下去了,王姬比蔡林小一岁,曾经也是个一等一的大美女。 但是作为一个注重颜值的影视剧演员,王姬却并没有为了让自己更年轻漂亮而去整容,而是选择优雅的自然老去,看王姬的脸,虽然皮肤有点松弛,但是却盼着自然舒服,甚至被网友胜大比女儿还漂亮百倍,57岁的蔡林撞上56岁的王姬,正美整容一看便知,整容过度和自然老去的差距真是太明显了。 完成了。